這一集我們講一下腦中風這個話題 為什麼我們用眼睛的檢查 可以看到一個人患上中風的機會有多高 我這一集請到好朋友Kennith 來和我們一起分享 Kennith 究竟什麼原因或者原理在哪裡呢? 為什麼我們做過眼睛的檢查 可以看到這個人有沒有中風 或者中風機率有多高呢? 首先眼睛其實是大腦的伸現 眼的血管和腦的血管是相通相連 都是同一出處 所以往往有些疾病影響到腦的血管內壁的時候 檢查眼底都可以看到 原來是這樣 究竟其實檢查是怎樣做的呢? 首先要做一個眼底的檢查 要拍一張清晰的眼底相片 之後我們會把相片上載到電腦的系統 程式就會分析視膜膜血管內壁的粗誘 彎曲率、直徑、傾斜度各方面的數據 從而分析可以看到腦的血管健康和中風的風險 這個檢查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好處就是時間很快 5分鐘就知道中風的結果 還有研究證實 測試的結果有九成多一點的準確度 對比磁力共振檢查腦血管的狀況 價錢的暫升技術相對便宜很多 我知道這個檢查好像是中文大學醫學院研發出來的 是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其實 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檢查可以運用在市場上呢? 其實這個研究呢 就是On-going做了十幾年了 最新就是其實在去年 上年就開始在社區運作了 都是暫新的技術來的 OK 今天謝謝Kennyf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來做一個腦中風的檢查